怎么样示范,把你的Google的资料把它抓下来 好,那么刚刚我们再就把那个Transformer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 我们一样选S2A 那介面这边,因为我现在没有接Arduino,所以就不使用Arduino 然后这里我要选有网路的 本地网路的 那你按了连线之后Squatch2会打开 同时会开启网路端的积木 所以你在更多积木这边就会出现网路端的积木 那在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待会要用到的是Google的资料库 所以我把它拉到最下面 这边我们是取用资料 拿云端的资料下来 所以是Get 所以我们直接选 这个Get HTTP Get什么资料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就选Google 好,选Google 那至于这个网址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网址,所以你要把网址贴上来 好,就是Jason格斯的那个网址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好,这里是你Jason格斯的网址 好,刚刚 这是试算表的网址,那我们刚有透过那个改的方式把它,把这个金钥贴到 贴到那一串网址上面,所以这个是改成Jason格斯的网址 那请你把它复制一下 好,一样回到你的Transformer 你的Squatch这边,把这个网址直接把它改掉 好,改成你刚刚的那个网址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有几个东西,我们先把它打开 好,这个云端资料就是你最后索取到的云端资料的内容 好,然后把它拉到最下面 然后这个资料库连接是要检查你资料库到底连接了没 好,到底连接了没 好,所以我们也把它打开,所以等一下这边看得到资料库是不是已经连接了 然后呢,这个资料,云端资料的比数就是你现在总共有几笔资料 然后你可以使用的栏位,还有你选择的是哪一个栏位 这个都可以打开,等一下看得到资料 好,那我们待会呢 好,你get完资料之后,它会去网路资料库去抓你的资料 那抓完资料之后,我们通常会先剖析可使用的栏位 我们就会知道说,你到底有哪些可以用的栏位 那你剖析完这个动作之后 它可用的栏位就会出现在这个资料里面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得到 好,就是这里可用的栏位 这里就会出现所有可以用的栏位 好,那知道可以用的栏位之后 我就要去选择我要用什么栏位 好,所以你就选择 好,你要选择第一个栏位还是第二个栏位 还是第三个栏位 好,那你选择的栏位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这一个上面 好,里面,这个里面就会存你所选择的那一个栏位 OK,然后 然后你选了栏位之后,你要选第几笔资料 所以呢,我们会用这一个 好,选择第...不好意思啊,是这一个 好,云端资料的选择 然后你是哪一个栏位 那这个栏位呢,就是刚刚选择这个栏位 所以你要复制一个把它放进来 好,我刚刚选择的这个栏位的第几笔资料 好,那这个资料会存在哪里 就存在云端资料里面 好,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流程 当你get跟网路连接取得资料之后 我们会先看看它 我们应该会先看看它 资料库连接这里 先看看它到底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是false就是还没有连接 如果是true就表示已经连接了 那连接完之后我会做一个剖析 会去分析资料库 看看里面有哪些栏位 好,然后它的资料就会出现在可使用的栏位里面 那当我去选择我要第几栏的时候 好,然后它出现的栏位 选择那个栏就会出现在这个里面 好,使用的栏位 然后你选完使用的栏位之后你要第几笔资料 好,你要记得哦,你选择这个栏位要把它放进来 然后你要的是第几笔 好,执行完它之后 资料就会存在这里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来来直接试给各位看 所以当你点两下 get的资料之后 它会去做连接 做连接,连接完之后你会发现 它的资料库连接变成true了 表示它已经上网连到资料 而且它发现你的云端资料库里面有两笔资料 好,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剖析 你点两下剖析 它就会跟你说可用的key有温度跟湿度 有温度跟湿度 那我如果选择的是第一个栏位 好,我点两下 好,有没有 你选的栏位就是温度 就是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栏位 好,那如果我改成2呢 我改成 如果把它改成2,我再点两下 有没有,它就变湿度 所以你可以看你要选择的是哪一个栏位 选择的 那个栏位就会跑到这里面 好,那最后你要的资料是第几笔 那你点一下 有没有 你要的是第一笔的资料 那第一笔就是80 那如果你要的是第二笔 好,我再点两下 就是89 所以你可以对照刚刚的 刚刚取出来的资料 好,有没有 80,89 好,这样就可以取到它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就是把这些连在一起 好,所以一开始 我就去get的资料库 那网路上的沟通通常要等一下时间啦 所以我们通常会 等待 等待几秒钟试试看 那要看你的网路顺不顺 那如果说 好,我这边 会加一个 如果说 等待资料库连接 如果它变成true了之后 它才往下跑 继续往下跑 那所以如果还没有变成true之前 它是false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等在这边 等在这边 好 然后抓到资料库之后呢 好,因为这个剖析是我在程式测试的时候用的 所以它 其实 如果你已经知道栏位了 这个其实可以不必用 好,那我就去 我就直接去选择栏位 好,比如说我要第几笔资料 好,第几个栏位 第1个温度啊 或者湿度 好 那所以我就比如说我选温度好了 好,我选第1个 第1笔 栏位的资料 然后它会是温度嘛 然后我就把 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的第1笔 我从第1笔好了 我就抓第1笔资料 然后我把它缩出来好 好,我就把它缩出来好了 好,所以外观这里可以用缩 然后我要讲的是温度嘛 所以我可以用 合并的积木 合并的积木 这里 打温度 好 然后后面这里就塞云端的资料 好,就是你抓下来的资料会跑到这里来 那我就让小猫去说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执行程式了 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 把画面切大一点 好,所以你看 当我按滤期之后 他抓到之后 他就会去讲这个事情 3秒钟 诶 第1笔 好,我们再试一次 好,有了 所以这样就有了 那如果你要选第2笔一样 这边点第2笔 好,这边点第2笔 好,然后再点一下 好,3秒钟 抓到资料之后 好,第一次没抓到 好,这边等一下好了 我们再等 在这个他抓到资料之后 我们 等一下看看 再来说 等一下再来说 再试一次 好,他就比较正常了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连续抓资料 也可以连续抓资料 那所以 你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 呃 做一个回圈 做一个资料 这是第n笔 做一个变数 第n笔 好,第n笔 那第一次我们 设定为1 一开始 设定为1 然后呢 我在选 第几笔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n 那他 讲出来的 就会是 第n笔的资料 然后讲完一次之后 我就把它加1 加1 那 我做两次 重复两次 就会把两笔资料讲出来 那每一秒说 每一秒钟说一次 我们试试看 好,所以 连接之后三秒钟会讲第一笔资料 好,23度 一秒钟 一秒钟之后讲第二笔资料 切到24了 好,那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 你的网址这边有10笔 我随便打 好,我这样随便打 那这个是10度,所以是第2栏 第2栏 所以我到 我到Squatch这边 我现在选用第2栏 选择第2个栏位 然后,因为我们刚好几笔嘛 所以我这边可以重复5次 来试试看哦 好,第1次80 第2次89 第3次 有没有 你看资料就一直跑出来 有没有 好,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做 做你的自己的资料库的读取 自己的资料库的读取